哈喽大家好,我是汤口君 前一阵子呢,我们讲了两部特别骚的日剧 不是朋友编地走,就是非得要当狗 那套路啊,真的是花里胡哨的 一个比一个会玩 所以我最近就想看点正常的,清新的 不是突然就会给你开车的恋爱情喜剧 诶,果然还真就让我找到了 今天我要讲的这部剧啊 那就是宠爱中带着一点悬疑 悬疑部分呢,又给你拍的特别的甜 但是田中带渣,渣里面又透露着点恋恶屁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部韩国网剧 《严男动吻神》 我们的女主啊,是一个能用舌头 给樱桃根打结的普通女大学生 我们就要来小樱桃吧 小樱桃从小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流的吻气 虽然你也不知道这个梦想有使用 但是她就一直为了梦想努力着 小樱桃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小时候他俩一起练习给樱桃根打结 大一点了,他们就一起观看教学视频 再大一点,竹马就开始来来混合 从实战中学习经验 和小樱桃跟竹马不太一样 她光纸上谈兵了,一直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 小樱桃憋得难受,就去网上发帖 教别人如何接吻 时间一长,她在网上就交出了点名气 被大家称之为《严男动吻神》 当时跟她齐名的还有秋冰山车神和象牙山武神 由于小樱桃空有一身技术却迟迟没有操作对象 她就格外期待自己的初吻 在竹马生日的前一夜 竹马,竹马他女朋友 还有小樱桃他们社团的学弟和学长 在竹马打工的酒吧里聚餐 结果小樱桃一不小心就喝断片了 等到第二天她在家里醒来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初吻没了 而且她只记得吻得特别爽 根本想不起来接吻对象是谁 这件事对小樱桃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毕竟她人生的前几十年 可以说都是为了这个初吻活着的 所以小樱桃立刻决定找出这个完美的接吻对象 然后跟她谈恋爱 小樱桃目前关于初吻的回忆 只有手腕上的痣,身上的香水味 嘴唇很软,以及吻技很好这四点 她看着手上突然出现的奔带和奔带上的字 想起了昨晚好像是社团里的学弟给她绑的奔带 然后又送她回了家 所以小樱桃就想 这个很受欢迎的学弟会不会是她的初吻对象呢 小樱桃想着想着 不小心就撞到了竹马的女朋友,学姐 小樱桃闻着学姐身上熟悉的香水味 看着她手腕上的痣,想起了当天学姐也在聚会上 小樱桃顿时懵了 原来她亲的居然是学姐吗? 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 小樱桃开始觉得学姐人也漂亮嘴也好看 还想起昨晚自己一直拉着学姐撒娇 接着小樱桃就去找竹马 想要告诉她不好意思我把你给绿了 结果小樱桃在竹马身上也闻到了一样的香水味 而且竹马告诉她 昨晚竹马和学姐提前走了 所以不可能是学姐亲的 竹马看着小樱桃这样性别不分的满世界找出粉对象 露出了一种嘲讽而微妙的微笑 这时学弟约小樱桃去讨论课题 小樱桃有点紧张 毕竟拍出学姐之后 学弟的嫌疑就更大了 小樱桃见到学弟之后 发现她手腕上也有痣 就一直盯着人家的嘴看 还试探性地说起了自己的文迹很好 学弟听到小樱桃在那边自吹自擂 她就说了 后来她俩去吃饭 学弟带小樱桃去了一家特别漂亮的餐厅 而且清楚地记得她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 两个人就像约会一样 完全没有讨论课题的意思 从三天出来 他们遇到了社团里的学长 学长见他俩一起吃饭有点差异 因为学弟已经跟自己吃过一顿了 小樱桃有点害羞 原来学弟为了跟他约会 假装自己没吃过饭 他可真能吃啊 然而就在小樱桃快要认定见有的对象就是学弟的时候 学弟突然坦白 那天给小樱桃绑笨带的人并不是他 而是学长 他只是在笨带上留了字 小樱桃惊了 怎么嫌疑人又多了一个 当天他不会是挨个儿亲了个遍吧 结果这时学长还正好给小樱桃发来了信息 说自己心里憋了一句话想对他说很久了 小樱桃就去见了学长 他发现学长的手法上也有痣 而且一脸羞涩的说话吞吞吐吐吐 小樱桃以为他要表白 结果学长就说了 小樱桃在失望的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毕竟嫌疑人又少了一个 排除了学长之后 现在就只剩下学弟了 于是小樱桃就在和学弟约会的时候主动亲了学弟 按理来说亲都亲过了 接下来就该谈恋爱了吧 结果你根本想不到 小樱桃觉得学弟纹气太差 绝对不可能是那个接吻男 所以他直接就跑了 不是学弟不行 你倒是教他呀 听完就跑是个什么操作 但小樱桃毕竟是个嘴心恋 他就是想要跟那个初吻男谈恋爱 学弟不是他也没办法 所以他很失落就跑去向竹马诉苦 在竹马的家里 他发现了自己弯掉的发卡 竹马说这是他喝醉那天 把发卡当成钥匙 非得往酒吧的门里怼 他变成这样的 在小樱桃找不到接吻男的这些天里 他就跟竹马一起吃饭 一起住一起玩 后来小樱桃终于反应过来不对劲 问他为什么成天围着自己转 也不去跟学姐约会 竹马这才告诉小樱桃 原来生日那天 他就被学姐给甩了 小樱桃本来也没多想 但是过了两天 那个可怜的学弟也来找他 说什么自己以后要单恋他 还告诉了小樱桃 醉酒那天送他回家的人 其实不是自己 而是竹马 小樱桃愣住了 他想起了自己留在竹马家弯掉的发卡 还有每次提到接吻男的时候 竹马闪烁的眼神 而且竹马一直在追问他 为什么出吻那么重要 在他以为学弟是接吻男的时候 竹马的表情又那么的奇怪 现在小樱桃终于 把当天的事弄明白了 原来那天 竹马带学姐离开聚会的时候 一直在嘱咐别人照顾小樱桃 学姐就看出来了不对劲 竹马平时照顾他 就是出于男朋友的义务 而竹马照顾小樱桃 那才是发自内心源于习惯的 只不过竹马自己没有意识到 所以他出门就跟竹马提了分手 还说跟竹马接吻没有爱 也没有灵魂 被受打击的竹马 去找小樱桃诉苦 小樱桃就醉醺醺的嘲笑他 竹马不服气 他说平仨学姐说他的亲吻没有灵魂 小樱桃喝多了 就表示那你亲我试试呢 竹马本来不好意思 但是他看小樱桃 一直眨着眼睛看着他 诶 气氛就到了 在这之后 小樱桃又回到了聚会上 这才发生了他突然摔倒 然后学长给他寄奔带 学弟往不带上写字的故事 估计结局也没什么悬念 就是小樱桃终于跟竹马在一起了 虽然小樱桃现在还在纠结竹马 为什么不早告诉他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不难理解 如果竹马一开始就说自己是接吻男 然后小樱桃撒也不想 直接就和他在一起了 那你说竹马不得合计合计 小樱桃到底是喜欢他的人 还是缠拿的嘴呢 而且这个剧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那就是既多不压身 有空你也练练给樱桃根打结 万一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呢